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模式 和你配合了7代 那7代的話之前也有安裝這台車的 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這台車是油電的 這台車是油電的 所以這台車呢 車友也是看了我們的直播之後呢 就決定來工廠試乘 那這台車選擇的版本呢 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前面的部分師傅已經正在安裝了 我們來看一下師傅安裝的一些細節還有產品的部分 這台車是14年款的2.5的Hybrid 有電車 那前面的話一樣是前後 這個世代呢 7代都還是一樣 前後是獨立式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KT 如果有看過我們CAMBERRY直播的車友呢 就知道我們前面還有後面全部呢 都有附上座 那細節的部分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介紹 那這台是有電的 2500cc 有電的TOYOTA LOGO 就是底色是藍色的 不拉扣也是一樣 那這一個世代的 四七代 八代的話呢 也已經台灣也已經上市了 改台進口 底盤的話就不一樣了 底盤是只有TNGA的底盤 前面的賣花城部分 第一個我們有附上座 上座在這邊 那KAMBERRY的車系呢 調整跟安裝其實 前面來說的話都還蠻方便的 只要把引擎室打開之後 這三顆螺絲 鬆掉 避震器的上座就快卸下來了 那阻尼的調整呢 如果車友要軟要硬 從這個地方做旋扭的調整 順時針 這個一個一個的手感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所以從引擎室打開 上座的上方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前面懸吊部分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道路板因為車主的需求 這台車椅常常讓太太在開 所以呢會配置的比較舒適一點點 前面的話呢 我們配置了8公斤的彈簧 那7代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專用的零件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 還有離載串的部分 固定的位置呢 也不用再改短的離載串 直接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車高的調整部分 我看一下小超 車高的調整呢 原來的話前面是四指多一點點 後面的話是三右四分之三指 車主的話預計啦 前面的話大概三點五指 後面的話大概是三指 那其實這台車 目前都還是原廠的輪胎 輪胎不是啦 輪胎已經換成馬牌 旅圈的規則呢 都還是原廠的 所以會比原廠呢 略降一點點而已 又稍微降低個一指幅左右 好 那這裡剛好有原廠的旅圈樓帽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原廠的規格 旅圈樓帽 所以它是中間有一個同心圓 套進去之後再鎖附的 所以跟一般的樓帽形式 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像這樣的旅圈呢 就建議呢 要用原廠的旅圈 會比較溫和 旅圈樓帽會比較溫和 它是框進去的 所以它是用平面 這個平面 來接觸旅圈內孔的平面 所以像這樣的旅圈呢 就不建議要改成其他形式的旅圈樓帽 然後我們現在也有旅圈樓帽 我們的旅圈樓帽呢 是7075的鍛造的 來這裡 這個是7075的鍛造 但是像這樣的旅圈樓帽呢 就不適合來鎖這樣的旅圈喔 這個事情是不同的 我們再回到前面的避震器部分 前面的7公斤 然後主女友的部分是用 意大利IP一整筒進口的主女友 並不是授權呢 再來台灣做混裝的主女友 所以油品的穩定度呢 相當相當不錯 但是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我們採購成本會比較高 這個裡面的填充的是 意大利IP的主女友 油封的部分 使用前面的呢 是一本NOK的油封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基本上呢 是不動到上部的彈簧預載 這個部分的話都不動到 那唯一的要調整的地方呢 是下腳管的部分 我們把這個托盤呢 把它鬆開之後呢 它的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會變長 所以車高就變高了 那相反的 把這個托盤鬆開 腳管往上縮短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這一台的賣花城的系統 前面跟後面呢 降到最低呢 要到輪胎跟葉子板切齊呢 也都不成問題 那最高的話 也可以跟原廠的高度一樣高 所以它能調高 還有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很廣泛 而且調高跟調低呢 不動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整體的乘坐感覺呢 是不會有落差的 那要注意的地方是 前面是賣花城 所以當前面的避震器呢 安裝完畢之後呢 這個托盤呢 一定要記得把它旋緊 要旋緊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一樣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比較值得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後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4公斤的 它是跑大捲式的 因為後面的懸吊系統呢 它是賣花城 所以它的 後面的彈簧呢 公斤數4公斤 而且要做成大捲的 如果做成直捲形式的話 它的回饋會比較直接 那整體的乘坐感覺呢 就會稍微比較陰朗一點點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除了有附上座之外 還有這個彈簧呢 也都是專用的規格 那後面的避震器的話 其實跟五代六代結構是差不多的 一樣是賣花城 這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個都是照原廠的位置 那至於內裝的部分呢 這個就值得跟大家好好介紹了 內裝的話 它在拆裝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需要把屁股座的這個坐墊 還有後靠的這個椅背 要掀開之後呢 才有辦法 拆得到它避震器後上部的三顆螺絲 這三顆螺絲才拆得到 那至於要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就比較麻煩了 要調整阻尼呢 需要把這些東西啊 把它拆掉 拆掉之後呢 才能做調整 所以對於車主來說 相當就比較 相對就比較麻煩一些 哈囉 子傑你好 子傑午安 所以呢我們設計的這個 延長調整機構呢 它方便的地方就是 它不用再把這些 屁股座的椅墊 或者是椅背呢 拆開 直接從後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 會CAMERY 五代 六代 七代呢 專門設計的延長調整機構 一樣順時針的話 它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它不用再拆椅背的 直接從這個地方延伸出來 就能調整了 所以 對CAMERY的測出來說 還相當的方便 因為如果一個人要拆這個椅背 還有一點費力 所以這個是CAMERY的 這是油電的後面的電力系統 大電池 一般說的大電池 這個大電池 現在原廠的價錢好像有把它拉低下來 應該大概好像是在五萬塊左右而已 一開始上市的時候我記得好像是大概八萬塊 而且TOYOTA的話它已經有延長它的那個保固 這是後面的部分 這個 油電的最大的 啊 頭前輪在哪裏 油電的就是會多了一個LOGO 還有 它的 TOYOTA的LOGO顏色是不一樣的 這是七代的齁 啊 待會車高降低下來之後呢 這個算是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這裡有做一個橢圓孔 其實這裡呢 能夠做微幅的CAMBER的調整 所以我們在剛剛在安裝的時候 影片稍微有帶到了 這個是會用一個水平儀 架設在這個地方 讓它的CAMBER角度呢 盡量不要跟原先差異太多 那待會在定位的時候呢 就比較快速也會 接近於想要的尺寸 想要的角度 那後來在安裝的時候呢 一樣 安裝完畢呢 記得要把這個旋緊 至於上面的彈簧這些預載 這個就請 技師或者是車友都不用動它 因為這個我們都已經安裝完成了 所以這個都不用再動它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 油電款拆下來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呢 是前後都賣花層的 所以前面跟後面呢 都有上座 都有上座 那這些上座呢 KT就有附了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如果車領還比較輕 這些上座其實呢 都不太會損壞啦 那車領一久了之後呢 萬一改裝避震器需要沿用到原廠避震器 會有兩個地方會比較有問題 第一個 當它在拆裝的時候呢 這些分別有一些零件 那零件的安裝順序呢 很容易會搞錯 尤其是五代的Camry 它的前面的避震器呢 如果是原廠的 或者是一些品牌呢 它的上座是有特殊安裝的角度 它有一個缺角 那個缺角一定要對落不對道 不然安裝上去呢 就比較會有容易有避震 但是改裝KT就比較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第一個 我們都有附上座 而且師傅呢 不用再拆 不用再靠壓縮彈簧 這個彈簧要壓縮之後 才有辦法把上座打出來 那在安裝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省時 另外第二點就是 萬一安裝上去的話 一旦有避震的問題 那就比較難理性 是原廠上座有問題 或者是避震器有問題 或者是安裝的步驟哪一個環節出問題 但是有附上座的話呢 就比較簡單 有問題 就很簡單 就是KT的問題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省時一點點 那在至於使用的時候 如果有問題的責任 也比較單純一些些 前面我們已經裝好了 現在剩下用後還在安裝 那如果車友 有剛好是開CAMERY 7代 不論是一般汽油板 或者是油電板 如果有興趣呢 要做試乘的話呢 也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像可以跟車主一樣 覺得試乘之後有OK了 再來考慮安裝就好了 那如果您對避震器有任何問題呢 也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掰掰